我是重生,一直因为生病而被放弃的狗狗 我原本以为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在那个晚上 但命运却在我即将坠入深渊时 给了我一束光 我遇到了哥哥们 他们没有嫌弃我 还带我去了医院,给我做好吃 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治疗 即便希望看起来很渺茫 哥哥们都没有想过放弃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我时常能看到他们身上带着灰尘和狼狈 急匆匆地来到我身边 虽然带着疲惫 但总是带着希望地看向我 安抚我 他们不说 可是我也能明白 或许为了救我 他们花了太多的钱了 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我 那没什么话 没什么事 transport回答 冇算 墙 有 反正 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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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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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一枚 真是一个大吃货 不愧是拉不拉多 拉不拉多都是吃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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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我居然还有能站起来那一天 我做了好久的治疗 哥哥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小推车 我慢慢从只能动脖子 到慢慢能坐起来 再到慢慢站起来 当我颤颤微微往前迈出一步的时候 我耳边都是哥哥们开心的鼓励声 那一刻我才明白了我名字真正的意义 我真的重生了 是不是厨师还挺厉害的 这等会还站着也行 等会站着又要倒 捡住住啊 不要动 要倒了不行了 这身体上可能包括前腿啊后腿啊力气还没那么足 还得需要再去给他去锻炼锻炼一下 这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 有齿的粉碳亚的注意力 慢一点走不着急啊 盛住啊盛住啊盛住就给你吃一会儿 我主要就是这块 还是有点松松垮垮的那种感觉 下边都是松的 但是这里边就有那种大块的肌肉 它就得多锻炼 然后慢慢这个肉能能恢复恢复 实际上身体才能越来越有症 看能使上劲吗 主持人 好像还不太 自己骑的话 嗯还是不行 你要把后腿给挡住 还是要好等会 嗯 不能滑倒啊 趁点滑倒 再趁着了 放这 还行吗 咱们的 还行还可以 来再调个头 咱们再等一会儿在这边挖倒了 嗯 差不多了 知道了 后腿好像有点有点痴迷了 好 你们两个腿差能带啊 再练练扑扑啊 你给它搬一扑 它只能在地上蹭着 然后趴着过去 看着气 不过去 不过去 咱们 只要你一马上 他就传下来了 你这边椅子都站奴了这个 他现在 就像那个大夫说的一样 我说拱过拱过就差不多了 三个多月了 三个月了差不多 很棒了现在 已经很棒了 还能跑回来吗 它能跑了啊 真棒 看看那个匆匆真是 你肚子飞肉 吃不饭了一只动 肚子也化一化的一动 三个月的坚持不细 三个月的努力 三个月的努力 再检测几天啊 通常 再检测几天 能不能取愿 能不能回家啊 知道吧 啊 不用再来这 再来这好好 配合来治疗几天 到几天自己有了就能回家 再等几天再检测减吃 再回家 回家就不用再给她的 再拯救治疗了 放心吧 叔叔叔 好不小心 终于快就回家了 来这三个多月了 可是在这个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边 她也化配了大量的生意 有努力 嗯 你看她 当时一天都得五六百 是吧 她挺着很大的压力 她好好继续下来 嗯 也不负众望 叔叔 对 这边要花了 哼 撤鞋了 现在出了什么胖 有点炒肉 有点炒热 还是这个质量不能够了 营养要配上 营养配上的通知来 营养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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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跳 它之间就有点会跳的 先吃肉 先吃肉 把肉吃掉 然后被肉吃过来 还转圈吃掉 啊 挑点 如果您是适当的抗米共产检查院 比快的一样 比快的一样软了 就看了 得给点一下 你看一剪出来 就泡滑 泡滑滑 还行 那就不让它活动量太大 它当时出院的时候 你大夫找这脚带 就是说适量的活动 不要太太兴奋 你太活动了 我也会让它 就是让它回去休息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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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啊,毕竟都看不清 弄腿了,弄腿了,弄腿了 弄腿了,弄腿了 赶紧批吧 还是想要走,我想活动 别人 弄不长时间,弄不长时间老哥动了 你想会儿,等会儿再玩 坐下 坐 坐 腿都等多快 在医院天天的乐觉 都等得多快 小腿部,在医院都是小腿部 在我终于能够奔跑时 哥哥们带我回家了 这个家里好酷啊 有好多的家人 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这就是冲冲可厉害了 天天出来第一件事 先去找漫头 吵架 今天这漫头都不要理它了 空中老了 压力大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吃了一整块 他就过年龄大了 对 年龄很大 年龄太多 我说 我说会吗 会累 要是有吃了他还能多弄 我说吧 你跟年龄大了吗 他都有了 对 这边都败火子 我们经历过热焦 我们的家里很介绍 快上来 回头再给他洗澡 那你不洗澡了 不止再下去了 你看你这一身 抓得全脏了 回忆洗澡一把 春春现在也有活力了 天天白天的时候出来 弯着多点 到晚上就卸着了 白天出来的时候 出来第一天还没找 把这找Mando吵架去 现在有时候Mando看他出来 Mando都不出来了 要回过带了 都不想给他吵 嗯 这欺负牢热病餐 才是 好好玩 知道吧 玩完之后 跟你洗澡一下 扔得不行了 非得要下去游个游 还泡个澡 还泡个澡 还没了 上来悬悬 可以了 嗯 可以给他洗澡一把 又洗一趟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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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 还站 洗澡 回来 春春 带你洗澡去了 你吃什么最爱洗澡 12个月该去疯了 该机梯去了 而且疫苗也越大了 今天也特点 是的 我记得上次也起二份左右了 累起二份 现在都累了 你看他走大的个儿 转不转过来 你看摔的都有劲儿 洗个澡弄得一片狼藉 要不是你下水就得不开心 就得到他着了 一碗水下次可以带他去游游去 去赶进来一会儿游游去 他这插他再吹一吹都能赶很多 回头再给吹一下 对 我离开的那天 阳光很好很好 晒在我的身上也很暖 但是我感觉自己的心跳 好像越来越慢 我有点费力抬起头 看到了旁边还在睡着的小伙伴 轻轻地走到了院子里 清晨的空气真舒服啊 我来到了那个经常玩耍的角落 躺在那里 躺在那里 心跳越来越慢 身体也越来越沉了 阳光真好啊 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躺在这里 哥哥就不会发现我睡着了吧 这样他们就不会难过了吧 好像没过多久 我看到了着急找着什么的哥哥 他们四处看着 还喊着我的名字 我有点希望他们找不到我 可是还是被他们找到了 哥哥想要摸摸我 又伤心地收了回去 我在半空中看着 哥哥的眼泪落到了我的身上 那应该是很烫的 可是我感受不到了 哥哥们 不要难过 我只是被阳光晒得困了 想要睡一觉 不过这一觉 可能会有一点长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会和你们一起保护这个小院 悄悄告诉你们 遇到你们真的很快乐 要记得我哦 我们约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